市長我先問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現在是十一點三十五分 如果我一個人跑到市長辦公室 要求要見市長 請問一下我現在見得到嗎 我不一定在辦公室 對因為現在你在這裡嘛對不對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 你剛剛在郵俗會議員的質詢過程當中 你說你昨天中午 有跟這個市議員約時間要見面 然後呢 市議員避而不見 我現在就問一個問題 請問一下市長 副市長 或者是任何一個局處的首長 局長處長 府會承辦聯絡人員 有任何一個人曾經發過公文 或者是一個LINE的私人聯絡的記錄 或者是打一通電話 到我的辦公室跟我 或者是跟我的辦公室助理 我的辦公室主任 聯絡說 昨天中午的十二點 市長要來跟我見面 有嗎 跟議員報告 這個是我們 上個禮拜 因為昨天是要來新黨黨團拜會 然後我們也給市長建議說 有一些議員還沒有拜會 因為我們 有沒有約 就講這個就好了 有沒有跟我約 我有些跟苗博亞議員先說 如果市長那天回來苗議員 我有說請他也傳達 有 苗博亞就跟我說 聽說市長要來拜訪 我們只有一句話叫做 聽說市長要來拜訪 你甚至於沒有跟我的辦公室 直接約一個時間 而且你是昨天才跟我講這件事情 還是用聽說這個態度 老實講 今天作為一個議員 或者作為一個市長 我們每天都有各式各樣的行程 這很合理吧 所以就是說 我是否可以講 你們根本沒有像這樣的一個 正式聯絡紀錄 你們根本沒有跟我約時間 對吧 然後我現在再講一件事情 我再講一件事情 我等一下會去掉一個紀錄 昨天1點50分 在樓下電梯口的一個監視器的畫面 那個時候市長跟我在電梯門口 剛好交會 我特別趕回來 我還跟市長打招呼 但市長完全視而不見 市長我就問一個問題 如果你有什麼話要講 為什麼1點50分的時候 我趕回的時候跟你打招呼 都不跟我講 我沒看到你 那我沒辦法 我可以直接掉畫面出來的 我今天不管是什麼原因 市長也許真的是對我視而不見 也許是剛好 也許是想忽視我 但不論如何 我想跟市長講一件事情 在昨天12點鐘 你沒有事先跟我約好 情況之下 帶著你的大隊人馬 還帶著攝影師 還帶著媒體記者 跑到我們辦公室來 要找我們 企圖想要製造一個假象 就叫做議員待呼職守 不願意跟市長見面 那是12點鐘 你突襲我的辦公室 我的助理 那時候都還在吃便當 他們不得不 在他們吃飯的時間 突然站起來 跟市長陪笑 我們都覺得無所謂 但是今天你居然跟我說這種謊話 好 這個我們錯了 好 謝謝 所以我今天再問最後一個問題 敬老儲職金 跟重陽敬老金 是一樣的東西嗎 我跟你講齁 今年是四十的真相是 因為我們當時那個 四百二十 四百八十 我知道這個都不用解釋了 我們那時候就討論過了 我就問這兩個應該是 不一樣的東西對吧 我沒有把它當作是 重陽敬老金 沒錯 因為兩年前 我們跟另外大概十幾二十個議員 一起跟市長柯文哲 站在同一陣線 反對發放重陽敬老金 對吧 我們站在同一陣線 那我現在就問一個問題 經過兩年之後 市長是否仍然反對 發放重陽敬老金 我跟你講齁 我明年也沒有編預算 齁 我跟你講 為什麼我昨天仍然提出讚歌 我本來沒有要讚歌的 因為市長曾經跟我解釋過 今天的敬老儲職金 它有三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是 為了補償防疫期間 大家沒有用的損失 這個我認同 彌補數位落差 我也可以接受 為了數位轉型 我個人覺得呢 這個東西齁 錢的來源是有問題 我認為不應該社會局買單 應該又要付的公司 應該要付 但是你這好 這我都接受了 我都願意讓他通過 可是昨天我看到委員會 有個附帶決議 上面寫著說 希望台北市政府 明年繼續發這 一千五百塊錢的敬老儲職金 市長 你是否可以告訴我 你也反對這個政策 我可以講 我明年的預算裡面 根本沒有這一項 齁 我為什麼會必須要特別提出來 就是希望市長 人家是那個兩年前的市長 因為 你因為這一千五百塊錢 的敬老儲職金 開了一個洞 讓我們黨議員 有機會讓 請問一下敬老儲職復屁 謝謝 剛剛敬老儲職的市長的回答 是明年沒有編任何的預算 但是這句話 其實我是覺得 有一點抽象跟模糊 因為實質上來講 今年的敬老儲職金 也就是我們這個 一千五百塊錢 這件事情 也並沒有預先 在去年就編列一個預算 說我們要做這件事情 當然啦 本來市府呢 不管是雲資啊 挪用啊 各種預算方式有很多合法 合理的方式可以去做 所以我這邊必須要 回頭去問一個政策性的宣示 就是市長 是否還是兩年前的那位市長 你仍然認同 重陽敬老金 這種濫發現金的做法 是不對的 對 好 那市長 我覺得我這邊就沒有其他的問題 那我就希望市長 可以繼續堅持這個立場 我也希望未來 不管是有任何的這種 發放現金 或者是儲職金 或其他的措施 都有合理的理由 並且也有合理的單位來發放 如果今天未來進行儲職金 這個一千五百塊錢 或者是五百塊錢 或者四百八十塊錢 不論是多少錢 他的目的 只要跟社會福利 沒有直接的相關 甚至於可能是為了推動市府 其他業務 舉個例子來講 像是悠遊婦 他的住位支付的使用習慣的話 我認為還是必須要由 合適的單位 舉例來講 像悠遊婦公司 我也有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在找尋合適的合作廠商 來提供優惠 讓大家願意使用進勞卡 這件事情 如果把全部的責任 就放在平常業務 就已經相當繁重的社會局身上的話 我覺得也不盡合理 也有副公司呢 我相信他對於商業上的這些事情 相信更有經驗 也可以做得更好 以上是我的建議 好 謝謝